接下來掌聲請出我們下一位挑戰者 這是誰啊 這是誰啊 讓我們掌聲歡迎劉凱威 大家好 我是劉凱威 歡迎歡迎 好久不見耶 好久不見 你怎麼跑到這裡來了 今天來挑戰 挑戰 挑戰不可能大門向所有人敞開 但是我只知道凱威是喜歡賽車 所以我很好奇她到底有什麼樣的挑戰的特場 賽車是其中一個最喜歡的運動 今天就是要挑戰一下這個三分球 你一個人挑戰嗎還是你要找個對手 當然有個對手更好 曹老師你要挑戰一下 我欣然接受你的挑戰 衣服就脫了 激將法 想當年 我在三分球球王大賽當中拿冠軍的時候 不要笑真的 大概是1998年的時候 哪個地方舉辦的 北京大學當時弄了個男女生對抗賽 我是女生組冠軍 來挑戰三分球 這樣規則非常簡單 一分鐘的時間你可以循環投 只要一分鐘時間沒到 你就可以不停的投 我也會幫忙給你撿球 讓你以最快的速度 一分鐘之內看能投進多少個三分球 我先來去吧 你先來 我來給你撿球 有點手軟 來 準備 大屏幕 到 即時 開始 謝謝 非常好 再來一個 哎呀 哈哈哈哈 哇 哇 哇 哈哈哈哈 你是要跑死我嗎 快 快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知道了 他是打算把對手消耗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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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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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連倒計時都沒有啊 啊 啊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来个轮椅吧 来个单下 挑战结束了 接下来给你剪球了对吧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没有理解错吧 没有没有没有 给你剪球了是吧 你要先试一下 我们三个人糊涂了 是是是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节目收视率太好了 来捣乱呢 你觉得这一段的收视率会很差吗 其实你看三个评委啊 做这个节目时间长了 见过的各种不可能的极致的项目太多 所以觉得我们这是小儿科 是吧 小儿科 你太高估自己了 学前班吧 我们应该说 应该说 所以就是太简单对吧 不是吗 我们现在有点无理物中啊 其实今天呢 我是来 也不是捣乱的 我是来 来替我师傅来打气的 是这样 打气 其实真正的挑战 不是由他完成 而是刘凯薇的师傅 我的师傅 丁师傅 有请 掌声有请 丁师傅 看到了吧 三位平卫老师好 看到这身高了吗 大家好 我叫丁逊 来自于河南 是一位90后女孩 做的是挖掘机的培训工作 我今天是带我的小伙伴 一起来挑战三分球的 啊 ok 接下来掌声有请 我们的挑战者 去带上他的小伙伴 耶 耶耶耶 好帅啊 好帅啊 太帅了 变形金刚来了 Chance Bobber 不会吧 挖掘机啊 哇 天哪 哇 哇 真的感觉像个变形金刚 就上来了 真的 哇 天哪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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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这样很帅啊 帅帅 这是你的工作服是吗 对了对了 怎么我还是没看懂啊 挖掘机 有挖掘机 然后三分球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你今天带着挖掘机来是要 我要 把挖掘机停到三分线外 挑战投三分球 挑战投三分球 用挖掘机投三分球 对对对 不会吧 因为它有个爪子在前面 真的用这个来投篮是不太可能的 挑战者将在三分线外操作挖掘机 夹起篮球 通过控制挖掘机将篮球投进篮框内 一共十个球 投进六个即为挑战成功 好 接下来挑战正式开始 他的最难的难度就是计算那一秒钟 篮球的抛物线跟角度 速度 哇 现在这个爪子还在轻轻的摇晃 他要赶在这个爪子摇晃到终点的时候 稳稳的将球夹起 好 第一颗球已经在路上了 现在他在对方向进行微调之后 开始启动 摇晃掉臂 第二颗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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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颗球 三颗球 第二颗球 有准备的 准备的 这颗球 第一颗球 这是 准备的 其实中间的这个球呢 往往是它最容易的一个球 因为那个方位 不需要太多的调整 而两侧的球 它在加完球之后 要回到一个 非常精准的方位上 进行投篮 塔台的这个角度 掌控就非常重要 好 开始挥动掉臂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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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刘凯威啊 我觉得机器代替人类的日子不远了 比你头子好多了 好 开始挥动掉臂 漂亮 两球成功 漂亮 他距离他的挑战成功 已经 完成了一半的征程了 只要他投进去六个球 挑战极为成功 四球 完成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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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稍微力度差一点 来 掌声送给我们的调量者 没关系 他有四球的基础在这 再有两球 我觉得对他来讲 难度并不大 他在调整角度 找到一个他认为最精准的角度 然后将球送出 漂亮 五球成功 如果这球进了 我们的挑战者的挑战 就将画成他精彩的感叹好 五球成功 我们挑战者就挑战到这里 已经成功了 我自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特别兴奋 对不起 我可以打断一下吗 对不起 我可以打断一下吗 我可以打断一下吗 因为挑战已经成功了 非常精彩 而且丁旭你可以坐在上面 丁旭 你可以在上面稍微等一下 我就在想 他有没有可能再拉远一点距离 对他来讲 是不是会增加很大的难度 也就是说 让他此刻的掉避 他把掉避停在三分线外 对他把掉避推到三分线外 丁旭你能做到吗 丁旭你能做到吗 敢不敢挑战一下呢 挑战不可能吗 敢不敢挑战一下呢 挑战不可能吗 好不好 来 好主意 这么远的距离我完全没有尝试过 我现在要做很多调整 我甩出去的时候 那个力度 完全不是我原来的那个样子 就能甩出去 面对评委董青提出的要求 挑战者需要将挖掘机 推到更远的距离投篮 从未尝试过的丁旭 需要重新调整操作 他能够完成这样的挑战吗 这个我们就不一定要让他试十个球了 对 我们只是想看一下 只是想看一下他有没有可能 在这个距离内 从来没有练过的距离范围内 他这个力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跟他刚才掌握好的习惯的力度 中了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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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们做销售和售后的 这些人当中都会开挖掘机吗 这个不是 我也是我们公司 唯一一个会开挖掘机的 女性培训师 所以我一听到说 我是这个地方唯一的一个女性 我就觉得脑海中 立刻就浮现出 你一定是特别受关照 然后特别多人能够来关心你 有吗 大家看我皮肤这么黑 就知道我是经常在户外的 她是经常被阳光光照包围的 因为其实干这个也挺辛苦的 因为你要学开挖掘机 都是在户外嘛 风吹日晒的 其实很多女孩子 女孩子都还是很爱美的 包括我在那 你挺美的 真的 其实之前爸妈是 不行我开挖掘机 她会觉得 特别累在外边晒着那样 她们就觉得 我本来就挺黑的 然后我现在晒这么黑 说 其实挺臭 我找对象这件事的 那你有男朋友了吗 还没有 评伟老师 你以为当她男朋友容易吗 当她男朋友排队 来 谁能把球投进去来 不是 她是要比武招亲的 你以为 不是 她一不高兴 就拿这个给你抓起来 扔出去 你丢掉了 对呀 对呀 接下来我们将把时间 交给现场的三位评审 希望稍后能在荣誉殿堂 看见你 祝你好运 其实对你的技术 我们都不怀疑了 尤其是你 刚开始的时候 你技术很稳定 就是我今天能投进这么多 也出乎我意料 真的 特别是临时让她又加大了难度 退后 对 加长了距离 太不可思议了 就是这个机器的手臂 几乎就像人手一样 是不是我们人手 能够做什么动作 它都能够完成呢 咱们外接机 其实完全是跟人是一样的 大家看它的工作臂 其实跟咱的三姐臂是一样的 是吧 然后我觉得 咱们只要人手可以做到的 我们到挖掘机也一定可以做得到 就可以吃饭 可以喝水 可以写字 可以穿衣服 虽然我没有尝试过 但是我觉得 只要我敢去试 我肯定能做成功 虽然说 大家都觉得 咱们中国的中工业 起步都比较晚 但是晚并不代表我们落后 外国人可以做得到 我们中国人一样可以做得到 甚至我们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 对于你今天的挑战 我的决定是 能 能 谢谢 谢谢 谢谢粉丝王主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就请丁旭步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今天的这项 略带娱乐性的挑战的背后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 民族工业品牌的崛起 我们也感受到了 中国制造的威力